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凯莉的一个感受 那我自己呢使用凯莉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的过敏性鼻炎 嗯好了 我曾经是一到季节替换就会有严重的鼻炎 甚至引发头疼呀精神不佳 需要喷激素 还有失药 还有洗鼻才会好转 那这一次呢我是在没有吃任何药的情况下喝的我们的信息片 十天左右呢 我的鼻炎是得到了一个症状的一个环节 那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使用它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我的鼻炎已经正常完全消失了 那让我们全家都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我先生的一个急性焦虑症 在吃了脑胃腱之后得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好转 那他这个病呢也是今年突然发生的 他犯病的时候会凶慌气短 然后凶闷 甚至就是有冰死感 很可怕 所以主要原因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水损伤 所以我就给他吃了脑胃腱 那自从吃了之后 他也没有再有过以上的症状 所以他作为一家的饼梁柱 他的身体能够好起来 我们全家也是都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 那我的孩子呢也是非常喜欢心心水 觉得很有意思啊 淡淡甜甜的蓝莓味呢 也成为了他的一个健康饮料 还有我自己最喜欢的医生菌 每一次夜宵过后 我都会吃上两包 保证我们肠胃的一个健康 所以非常的感谢凯莉 给了我和我的家人 带来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那我自己也一直在推广 家庭幸福力打造 我认为这里面呢 健康力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能够成为全球顶尖的 生物科技的一个受益者 让我呢非常安心 所以感谢凯莉 感谢凯莉